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曾珍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老师为大家来分析一下股市的走势 郭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们来看一下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情况 户指报的是2779.53点涨15.98点 生存值收报9643.92点涨276.98点 而港股方面截至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报23464点下跌了189点 国区指数报的是11075点也下跌了51点 郭老师其实这两天A股的走势是非常的强劲 而且也像您昨天所预测的那样 A股的户指也是冲破了2800点的关口 但是今天的午后就一度跳水 最大跌幅为1% 不过之后就是震荡上行了 您认为这个A股还会不会继续冲破3000点的关口呢 当然中期的目标应该不止3000点 可是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 就是说上经指数最近来说内置的升幅也不少了 其实从那个前一个星期四的低位2437点到今早的高位2824点来说 已经涨了差不多十几个%了 387点 这个幅度在九个教育天之内出现 其实真的不简单 当然了成交经验是相当厉害 物生两地的成交经验 我想已经不断的突破了新高了 由于市场的投机的细分是比较热 所以变成来说 整个市场就是要出现一个回头的 马上就有资金越来 这变成整个市场还是抓着那个高台而不下的 早前已经跟大家说了 上证指数自从升破了去年跟前一年度的高位 技术上来说 整个中期的目标已经向往那个2011年7月18号的高位2826点 这个跟今早我们见到2824点 差不多已经是很接近很接近 其实差两点而已 当然了高台有一点的大幅度的回调 其实来说应该是很正常的 毕竟卫生上升的幅度已经相当厉害 我想现在会进入一个高台的整股当中 真的要大跌我相信也不会 也就是说2824点跌到278多是不是大跌呢 当然根据过去的走势来看 100点几十点的幅度在当天看到的的确是不少 可是要了解到最近来说 它的上升的部分是很快的 所以变成来说在地位抓获的也不少 很多都是有一个回吐的机会的了 要是释放一直往上走当然没问题 要是出现一点大幅度的上升的话 我担心在低价买的会轻轻的高台 先进行一个正常的消化就是回吐 当然了这个动作一出来的 对整个一步一步往前推的走势是会有一定的亏限的 我想目前看起来会进入一个高台的整股当中 当然预期的幅度不会太大 不过相对升了差不多300多400点来说 要是要回调的话 我想比较重要的支持应该是大概在2700到2680点左右水平 这个也是第一个技术上的支持的据点 我不担心它会大点 因为整个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 而且整股过后消化过后上升之后 再进一步往前推要是成功升破7月18号的高位2826点的话 再进一步往前看的应该是11年4月18号的3067点 整个市场明显看到是已经出现一个一步一步往前推的走势 可是大家要小心一点点 要是股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升得比较快 而且累积升幅也比较多的话 那高追一定有面对一个回调的风险 还有一点要留意就是成交经验 现在来说那个成交经验还是不断的创新过 技术上来看 新高的成交经验就是代表更高的指数还是在后面 当然这个是传统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是成交经验突然间收小 譬如来说推到差不多七千亿 六千五百亿 六千亿 五千多亿 就等于说整个往上推的走势出现一个问题了 那一分钟恐怕股市也会进入一个中期的调整 当然中期调整不等于熊市再来 大家要搞清楚 我对未来的走势中期来说我还是看好 尤其是市场现在已经有一个憧憬 比如说人员银行可能会进一步下调那个利息 也有一部分人说银行会下调那个银行准备金 这个问题大概有分清楚 要是在这个出市还没公布之前 股市走得比较快的话 到最后真的把利息下调 真的把那个银行准备金下调 可是带来的刺激恐怕不会太大 因为那个股市是生在前满 所以现在这一分钟要是说整股等待变化的话 就要看政策到底什么时候出来 要什么要什么政策出来的话 高台一定会有整股有消化 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要冒进去要买货的话 最后还是少等一下 因为整个A股在走一个阶段 要买货的话 带很多很多机会给大家买 要是你一直错过低买的机会 早不买晚不买 偏偏在2800左右的水平才买的话 你就要当心一旦有中期的调整 我相信你要面对一定的风险了 当然中长相来说是没问题的 可是今天买总希望明天会赚钱的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买的话也不能太大手 起码目前这一分钟理性一点 保守一点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说跟着这个政策走 就等政策出台之前 可能是稍微保守一点比较好了 那其实像港股方面呢 今天也是高开高走 但是随着A股 午后跳水它也是下跌了 但是港股的走势呢 似乎就没有A股这么明朗化 您是怎么看这个港股的走势呢 香港股市相对A股来说 真的是谈不上好啊 因为为什么整个恒生指数还是在反复当中等待变化 10月份今天是第三个交易天 直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是从昨天的低位23,294点 到今早的高位23,922点 这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是上升了628点 有一个技术上的走势要跟大家说 第一一个月的高低位根本不可能贴在一起的 这等于说昨天是高位今天是低位 这个是不可能的 要是昨天是低位今天是高位也没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了23,294点到底是不是这个月的低点 这一分钟不能肯定 直到恒生指数能够回升到50天 20天跟10天上以上才能错步说这个月的低位已经出来了 要是和一个阶段还有一点点能反复 就说我想暂时这个先低后高的盈态 我觉得也不能太过肯定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是从昨天的23,924 到今早的23,922点是一个先低而后高 要是没有更低于23,924点的话 我想到最后更高指数一定是在后面 第二就是看看这个月的成交经验 三天下来股市是反复 可是第一天星期一的成交经验是1051亿 昨天是1040多亿 而今天目前到这一分钟为止是1143亿 就是说这个反复当中有超过1000亿的成交经验出来 这个情况我觉得真的很不明的 第一要是说整个股市是往上走的 大成交不断往上推的 那股市应该是往上走 不是在反复的 在反复当中一定是由于那个走势不太明显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升还是跌 大家一定保守的 既然大家是比较保守 那恒生指数 那个成交经验 为什么会有1100多亿的成交呢 那个成交经验从何出来呢 这个很容易解释 就是说在这个波动性的反复当中 有不少资金进行一个沽轰的 也有一部分资金不断去买的 到最后是买的跑出来 还是沽轰的跑出来 这一分钟很难说 首先要看恒生指数 起码它要走在50天线以上 才能跟大家说这个是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这一分钟 恒始是走在50天线以下 我只能跟大家说整个股市还是反复带远的 到底23000 294点是不是这个月的低位 不能肯定 真的不能肯定 还要看多一两天才知道 好 谢谢郭老师为我们做出的分析 请问刚才的相关资产您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的 谢谢郭老师的分析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股民朋友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集的股市直击 请留意其他节目 这一定是坚人了 感谢观看